得云社的一歌之争最初是粉丝们的调侃 其中的两位候选人无疑是红了十年的岳云鹏 和如今风头正进的少班主郭麒麟 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 郭麒麟、岳云鹏和孙岳专门创作了一个作品 内容是围绕谁是德云一歌展开 这个作品的构思和包袱设计水平相当高 没听过的网友可以搜来听听 起码非常热闹 去年的德云春晚搞得如火如荼 给了郭德纲极大的信心 今年的德云春晚已经成为万千粉丝心中 期待已久的盛宴 而郭德纲也不断的为节目的火爆交友 于是所谓的新德云一歌投票应运而生 截止到目前这个排名有点尴尬 前五名基本上都出乎大多数网友的意料之外 排在第一位的是秦萧贤 作为今年郭德纲力捧的对象 老秦的个人市场影响力直线上升 虽然火箭般的成名带来了一些隐患 比如最近闹得很不愉快的后援团风波 但是从这个排名上看 秦萧贤是真的火了 而且有种后来居上的势头 如果开办自己的相声专场 估计所谓的萧贤辉也会出现在江湖中 他在第二位的是张云雷 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作为德云社公认的偶像相声演员 张云雷的市场影响力不弱于郭德纲 再加上细腻的嗓音 演绎的情歌和小曲 让粉丝融化其中 所以张云雷当之无愧的 成为商演最火爆的相声演员 甚至可以加上没有之一 排在第三位的是孟赫棠 孟赫棠是典型的相声实力派 加偶像派 相声功底出众 所以郭德纲给他一个机会 在相声有心人节目中一捧 他就红遍大江南北 这次的投票排名 也可以看出孟赫棠的市场影响力之高 岳云鹏和郭麒麟 分别排在第四第五位 这是最让人觉得意外的 尤其是郭麒麟的排名 郭麒麟的相声不急不躁 有点高峰的架势 而且他的包袱都非常干净 不像很多相声演员说一些昏段子 这是最难得的 再加上投身影视圈 坠续主演的身份 也可以看出郭麒麟 在影视圈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上半年郭麒麟参与的十几档热门综艺节目 陆续播出 可以看出市场对他表现的认可 虽然这个排名仅供娱乐 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法 不过从投票结果也可以看出 如今的德云社 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相声团体 称之为偶像化娱乐相声演员 更加贴切一点